加州公共交通面臨巨大的財政壓力 需要州政府提供援助 新冠疫情導致公共交通乘客數量罩降 部分系統的客流量甚至未恢復到之前的一半 交通機構已經向州政府請求救援 以解決預計未來5年內累積達60億的財政缺口 然而加州州長劉森提議削減20億元的基礎設施資金 以平衡預算而不是對公共交通進行紓困 紐森表示如果明年財政收入回升 將會恢復這部分資金 三藩市灣區接運系統BART警告稱 如果未得到州政府的援助 可能會被迫停止晚上9點後同週末的運營 並且限制平日每小時只有一班列車 與其他公共交通系統相比 BART的票價收入佔比高達70% 這令到他們在疫情期間受到更大的影響 紐森和州的立法者需要在6月底前 就新財年的預算達成一致 關於公共交通援助談判 可能會延遲到秋季 天下維持記者編輯報導